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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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 我们上次讲了判断是不是指数 所以接下来下一步的概念就是直因数 直因数就是什么呢 直因数什么 就是我們把這兩個 我們學過的因素 我們學過直數 然後我們把它放在一起 直因數 所以說如果一個數A 正點數A的因素B是直數的話 那我們稱B是A的直因數 簡單吧 那例如說8等於2乘4 所以2和4都是8的因數 但是2是直數 4不是 所以2是8直因數 但4不是哦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點就是 因為3不是8的因數 所以就算3是直數 但1就不是8的直因數 這很明顯吧 對 因為直因數是要同時是直數 它要是因數 那我們上一次 我們寫出一個直數 一個函數是直數和合數 那我們可以稍微修改一下 判斷說那個程式 然後改成判斷一個數 是不是直因數的程式 所以我們來稍微修改一下 那就是這上次判斷 它是不是直數的函數 所以我們有一個 一個函數 它會 對 這是我們上次的函數 它會停 雖然沒有很快 但是會停 好 它如果 所以如果是x'4的話是false x'3是true 會停 我們可以簡單地呼叫它來 並沒有一起一模一樣的程式 所以我們如果要判斷 x'Factor的話 B是不是A的'Factor 我們當然就先檢查 我們先檢查 A除以B 余數是不是0 然後如果A除以B余數是0 也就是B是A的因數 我們要檢查B是不是個直數 如果都滿足 你知道兩個都是true的話 end嘛 它就吐回true 那它就是直因數 那寫這個段程式的時候 要注意一點是就是順序 就是Python有一個特色就是 如果是end這個 這個運算方法的時候 如果有一個是false的話 整個end的算算結果就會是false 好 應該這麼說的 邏輯上 如果end前後的東西 都會算出結果的話 end中有一個是false 那最後計算結果就是false 這個 我不確認差有怎麼講 應該有 但是有一個情況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記得 我們上次算判斷指數的程式 有時候它會停 有時候它不會停 那對於這種情況之下 所以說Python有一個功能機制就是 如果end計算的時候 如果前面算出false的話 它就直接重回false 然後後面的東西就不算了 這個東西會跟算出來兩個數字的結果 兩個東西的結果 然後再比較增值 然後再判斷後面是否false 因為你知道如果前面是false 後面不管算出來true或false 那答案都是false嘛 所以其實你就不用算後面 這樣就是拍送一個加速的機制 但是加速的機制跟 我們有時候會跟你真的去把兩個答案都算出來 然後來比較增值這件事情的計算結果可能不一樣 因為有時候計算後面這個東西 例如說像我剛剛這個isprime 我們這個是會停的版本 但是記得我們上一次第三章的時候 一看先寫了一個不會停的版本 那如果是不會停的話 不管前面出過false 那and如果跟另一個不會停的東西 如果真的去 就是不走這種情況 不走這種東西 後面如果不是省略不算 而是真的去算的話 那不管 那它就不會停 所以不會有 不會算出值 它程式不會停 那如果false跟不會停 那最後程式結果 如果它兩個都去算的話 那答案就應該要是不會停 但是拍送只有一個shortcut 就是它如果看到前面是false的時候 就不會算後面的 所以如果false跟不會停 and的結果就是false 然後如果false跟會停的結果 就是一樣是false 那不管會停算算答案什麼 就是false 所以它這件事情其實會改變 本來邏輯的計算的 它會跟兩邊都去算 然後並且比較就是 兩邊都去算 並且比較就是 它的真值的計算結果 可能會有點不一樣 因為它不會停的情況之下 不會停的情況之下 有時候會變成會停 但是 但大部分情況之下 我們不希望我們程式不會停 所以大部分情況之下 這個計算會是一個 符合我們預期的好的計算 而且有時候本來 我們有些東西不會停 但是我們就是希望 我們就是不要考慮不會停的東西 我們就是要讓它停 所以說我們就會前面擺一個東西 然後讓它會停 但是這一方面有可能不會停的問題 另外一方面就是 因為這樣子 所以写m的這個運算值計算的時候 它順序變得很重要 就是你前面要挑一個會停 而且算起來比較快的 因為如果你前面挑一個算起來比較快的 如果算出觸的話 它才會算後面 如果算出false的話 它又不會算後面 那整個你程式直行速度就會快很多 因為如果你如果算出 因為如果算出false的話 x prime是觸或false根本就不重要 然後它就直接就是false 會停的話 那所以說就是 所以說這樣你程式 但它根本 如果對於m的這個東西 它裡面算出false的時候 它根本就不會算後面 這樣子你程式直行速度就會比較快 它只有在觸的時候會算後面 所以說這個是我們稍微這個 寫這個簡單程式 來呼叫這個程式的時候 可以注意的小地方 m的 m的運算值小技巧 那我們來檢查這個東西吧 就是直因數 我們剛剛有說嘛 8和4458的直因數 3458的直因數 2458的直因數 然後呢 我們剛剛看過了就是4不是8的直因數 我們實際執行之後看出來 跟我們預期相符 4不是8的直因數 因為4是8因數 但是不是直數 3458的直因數也是false 為什麼 因為3是直數 但是3不是8的因數 然後2458的直因數是觸 那為什麼是觸呢 因為2G18的因數也是直數 再來是任何一個數字 是不是都有直因數呢 所以說就是這是要用到 完整的證明 要用數學觀察法 但是我們不是數學課 我們是程式課 所以我簡單的解釋一下 數學觀察法的概念 但是我們不用數學觀察法 我們用一個就是用程式的角度 來解釋數學觀察法 好 所以說我們要解釋任何數 自然任何一個數 是不是都有直因數嘛 那所以說就是如果A是一個EY的正整數 那如果A是直數 那麼A就是它自己的直因數 它就有直因數 那如果A是何數 那它一定會有一個因數嘛 對不對 我們剛剛之前定義了 何數就是有自己的因數 而且它因數一定比 它自己的數是小嘛 我們之前有討論過 因爲因數不會比它自己大 那也就是說 如果A是直數的話 那麼A1是A的直因數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A1 那如果A1是直數的話 那麼A1就是A的直因數 那如果A1是何數的話 那A1也會至少有一個比A小 A1小的因數A2 然後這個過程就可以一直重複下去 然後你會從A 可以找A1 可以找A2 然後每一個都比前一個小 但是它差別是 它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是因為A是一個有限的數字 然後每個AK都是正整數 也就是它有限的數字正整數比較小的話 它不可能無限自己的跑下去 它到某一個數字的時候 它一定會停嘛 對嘛 至少有一個比A小的因數 而且我們剛剛說的 這些因數不能是1 所以也就是說 它可能會停在某一個AN 那AN就沒辦法找到 比它自己小的不是1的因數 那所以說因為AN 它沒有比它自己小的不是1的因數 所以說AN就是直數 因為AN是AN-1的因數 AN-1是AN-2的因數 AN-2然後點點點點點 然後A1是A的因數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些串起來 就是因數 因為你知道我們剛剛之前說 因數AN是AN-1的因數 AN-1等於AN 乘以某個商 然後那這個東西等於 這個東西又等於 這個東西乘以某個數字 但是這個東西就等於 這個東西乘以某個數字 所以這個東西等於 這個東西乘以那兩個商的相乘 所以一路乘上去 所以說串起來的話 AN就會是A的因數 那因為AN是A的因數 然後我們剛剛有說 它是個指數 所以AN就是A的指數 再來所以說我們下一步 就是指因數分解是說 我們知道什麼叫指因數 那我們現在知道 任何一個意外的這等數 它一定有指因數 就是上一個投影片我們解釋的 那我們假設它的指因數要B1 我們現在因數都是B 所以大家可能 你在如果在別的數上看要P之類的 但是因為我們因數都是B 我們就是用B1 那因為B1是A的因數 所以我們可以除 然後我們現在這邊 前一頁投影片A1跟前一頁投影片A1不一樣 前一頁是 但是這一頁投影片A1就是商 所以說A除B1的商是A1 那因為B1是A的因數 所以A除B1的商A1是一個正整數 而且沒有余數 所以說如果A1是1的時候 A就會等於B1 然後如果A1不是1的時候 A就會有一個直因數 A1一定會有另外一個直因數B2 那因為B2是A1的因數 所以說我們一樣可以用剛剛的同樣做法 就是我們可以找一個A2 A2就是A1除B2 然後它也是一個 它也沒有余數 然後是一個整數 它是第二個商 然後我們可以把這個商 那如果第二個商A2是1的時候 A就會等於B1乘B2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可以繼續同樣重複的步驟 所以跟剛剛的前頁頭影片一樣 我們可以一直重複商業的步驟 然後我們可以找到A A1 A2一路下去 那一樣A是有限的 每個AK都正整數 所以重複到一定的次數之後 那我們會找這個AN是1 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我們剛剛說了 如果AN是1的時候 那A就可以表示成 每個B的乘在一起 所以A就會表示成B1乘到BN 因為B1到BN中的每個數字 都是直數 因為我們剛剛說了 就是B1到BN 每個都是前一個直因數 然後再來 因為B1到BN中的每一個B 都是前一個的因數 因為B1是A的因數 B2是A1的因數 但A1是A的因數 所以B2是A的因數 所以說B1到BN 每一個都是A的直因數 然後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任何一個數字 表示成它一組直因數 相乘出來的結果 那我們就把這個叫做直因數分解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寫個程式 來計算直因數分解了 計算直因數分解的時候 首先如果A是1的時候 那它沒有直因數分解 除了1之外 因為1就沒有直因數分解 所以說我們把它直因數分解出來的結果 存在這個例子裡面傳回去 所以說A是1的時候 它沒有直因數分解 就是這個例子是空的 再來我們從B開始找 從2到A中間找任何數字 然後找出來B是A的因數 那如果B是A的因數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把B放在這邊 然後繼續找它的直因數分解 就是找商的直因數分解 就跟我們剛剛計算過程一樣 就是我們先找一個因數 我們先找上一個投影片一樣 我們先找個因數 然後因數的時候 然後如果找到因數的話 我們再去找它商的直因數分解 然後最後 然後它就會再跳回這個函數繼續重算 算商的直因數分解 最後我們再把所有的直因數組在一起 那唯一一個剛剛計算不同的是 我們沒有檢查B是不是直數 但是原因是因為我們從最小數開始找 從2開始找 所以說如果它4算是個 例如像對8而言4算是個因數 但是我們一定會先找到2 就是我們會先找到所有它因數中最小的 那所有它因數中最小的那個 必定是直數 因為如果它是一個合數的話 它必定有更小的因數 所以說這個部分它就會是一個直因數 所以我們從最小開始找就可以了 那我們這樣子寫完之後 我們可以實際跑這些程式 來判斷說我們程式有沒有寫錯 那它果然符合我們預期 1沒有直因數分解 因為1沒有直因數 然後2的直因數分解是2 3的直因數分解是3 4的直因數分解是2乘2 8的直因數分解是2乘2乘2 那大家可能學到這裡就想問 為什麼要學直因數分解呢 那直因數分解到底有什麼用 那有用 這就是跟我們整個 整個系列的課程相關 直因數分解的用途是 直因數分解很難算 前面我們有兩個程式 有一段程式是判斷是不是指數 然後判斷直因數分解 那我們之前有說了 我們自己也判斷指數的程式很慢 對 那但是我們這個判斷指數很慢的時候 2002年的時候就有人發明了一個 新的演算法 快速判斷一個數字指數來合數 而且是確定 確定式演算法 它確定可以判斷指數合數 不需要機率 它就可以告訴你一個數字是不是指數合數 然後這個方法很快 但問題是在於說 到目前為止沒有人找到能夠 進行快速進行直因數分解的演算法 所以說目前主流的加密的通訊協定 都是一代指數分解很慢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我們目前的加密的方法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所有的通訊都是公開的 所以別人如果要破解的話 一定有沒有辦法破解 但是因為指數分解很慢 所以你可能要100年之後才能破解 那100年之後那些秘密無所謂 你想知道就知道吧 告訴你無所謂 那100年之後的事情 所以說目前的主流加密通訊協定就是這樣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這是跟資安相關的就是 你如果放在網路上的東西 雖然它破解很慢 但遲早還有一天會被有人解開 如果有人想去破解它的話 就是兩億年 但是說不定有人進行 但是另外一種可能性是 有可能技術突破之後 現在目前沒有人找到 那說不定有人找到了 就像是之前 2002年之前 大家都覺得判斷一個數值 是不是指數的方法 是一件很慢的事情 但是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 不是一個好方法 但是2002年的時候突然就有人橫空出事 也沒有 它是奠基於一些別的方法 但是找到一個方法 判斷指數很快 那沒有人找到 快速進行指數分解的方法 目前沒有人找到 但是不代表它不存在 有可能 也沒有人證明這種方法不存在 所以還是有可能 有很快的進行指數分解的演算法 但是沒有人找到 那現在沒有人找到 因為放在電腦 快速進行指數分解的演算法 但是有人找到用量子演算法 有量子演算法 能號稱它能夠快速分解的指數 所以理論上 如果真的我們做出量子電腦的話 我們有機會快速破解 目前主流的加密通訊協定 這是為什麼最近量子電腦很流行 那實際上 而言這些演算法 還不能在實際量子電腦上執行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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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演算法的存在 所以目前另外一些工作是 我們要如何升級我們加密通訊協定 讓這些通訊協定 可以就是 抵禦有機會 可能被人做出來量子演算法的攻擊 所以說 所以說就是目前 就算是他們還沒有被做 目前 目前實際量子電腦上 還不能快速執行這個演算法 但是 我們還是需要升級我們加密協定 避免 不能依賴 不見得能夠依賴 我們要找到依賴指數分解以外的 加密的通訊協定 以避免 如果有人真的做出量子電腦的話 我們加密的通訊協定都會被破解 如果想更進一步了解量子電腦計算的話 可以持續看我們這個系列 參考我們這個系列的課程 然後我們可能會大概解釋一下量子電腦的基本原理 然後讓你們可以大概了解 為什麼量子電腦計算可以快速的破解 目前的直因素分解的方式 快速的計算直因素分解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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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